阿拉巴马州一名女狱警与她押送的嫌犯双双失踪 疑似协助越狱 警方已经签发了对这名狱警的逮捕令 劳德戴尔县警长辛格尔顿在5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逃犯怀特和承教署官员维基·怀特至今下落不明 警方已对维基发出逮捕令 认为他默许或者协助怀特越狱 We have had a warrant issued for Director Vicki White The charges are permitting or facilitating escape in the first degree That's Alabama code 13A2034 So there is an active warrant out for Ms. White Obviously for Casey White So we're in hopes that we'll get some much needed breaks Here in the next few hours a few days that will help us locate them And get them back here to Lauderdale County And get Casey White especially behind bars Casey White as you heard me say over and over He i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person And we need to get him located and get him off the street 辛格尔顿表示 维基几个月前就说要退休了 他一直的梦想是住在海边 并且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而4月29日是他在劳德戴尔县承教署上班的最后一天 根据了解 38岁的怀特在失踪前被关押在阿拉巴马州劳德戴尔县监狱 等待谋杀指控的审判 法警局称 在怀特2015年承认谋杀时 他已经因为一系列罪行服刑 包括入室抢劫 劫车和逃避警察追捕 根据法警描述 怀特身高6英尺9英寸 体重大约260磅 有着淡褐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头发 辛格尔顿在4月29日的发布会上介绍称 承教署副署长维基与怀特于4月29日上午9点41分离开了监狱 维基在离开前告诉其他官员 他要把怀特送到法院去做心理健康评估 然后去看医生 辛格尔顿称 维基的巡逻车在上午11点左右 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被发现 官员们29日下午3点30分左右 意识到怀特没有返回监狱 也没有人能够联系到维基 警方称 在向法院了解了情况之后 官员们确认 当日并没有进行任何心理健康评估的安排 他们还表示 维基独自带犯人去法院的决定严重违反了政策 因为被指控犯有如此严重罪行的人 应该有两名警官陪同 辛格尔顿表示 显然我们正在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 他帮助他逃走了吗 这显然是一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把这作为调查的一个角度 他是在去法院的途中 违背他的议员被绑架的吗 这显然也是在我们考虑的另一个角度 美国法警局悬赏1万元以征集线索 知情者应该致电联系该局 或者通过法警局应用程序留下匿名提示 我这事很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